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父亲乃是安云城城主安云郑盛 母亲则出自掌握郡河海运的豪族兴金氏 这两家都是当地大名金川家的普代重臣 所以雪斋在将来大概率也是要为金川效力的 在他13岁那年父亲为了培养雪斋 将他送往郡河的善德寺出家 取法号九英城局 由于才能和潜力受到了认可 所以被推荐前往京都贱人寺 拜林济宗高僧长安龙虫为师 开启了他的禅修生涯 1505年父亲安云郑盛去世 雪斋并没有还俗继承家业 反而是继续以僧人的身份修行 照理说他应该是回去继承家产的 他上边好像只有一个姐姐 可能是有其他什么原因 比如还有其他兄弟什么的 这咱就不得而知了 总之这段时间的雪斋一直专注于修业 并没有特别想要入室的愿望 直到1522年 金川家当主金川士钦 听说了雪斋的名字 当时的士钦正在为自己的五儿子 方菊丸的教育问题发愁 这个时候就有人向他推荐说 安援郑盛的儿子九英重菊 这可是个人才 您可以让他试试 于是士钦便招请雪斋回国效力 据说痴迷于禅修的雪斋 两次拒绝了士钦的要求 但最终还是拒不过 毕竟是家里的老主公 面子还是得给的 所以便在当年回到了扇则寺 担任方菊丸的老师 这个方菊丸就是日后鼎鼎大名的东海道第一宫曲 金川议员 当年他只有三岁 因为他排行太靠后 也不指望他继承家都 所以就早早丢到寺庙去了 作为老师的雪斋 可以说是尽心尽力 不仅只是注重方菊丸的文化知识 而且还教授他兵法谋略 这对于方菊丸的成长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530年 雪斋带着11岁的方菊丸前往京都 一起拜见了自己的老师 长安龙虫 并且让老师为方菊丸 正式替渡出家 取法号成方 后来又取了道号梅月 合起来就叫做梅月成方 为了方便呢 咱们还是叫他金川议员 就在雪斋和议员四处修行期间 议员的父亲金川世亲 在1526年去世 家都由长子金川世辉继承 然而世辉体弱多病 在主持工作十年之后也死了 也就是1536年 并且是跟二弟金川阎武郎 在同一天急死 很蹊跷 所以很多人就认为 是太原雪斋出手 毒杀了这兄弟俩 好让金川议员能上位 因为世辉 阎武郎和议员 这哥仨都是由金川世金的 正式受为你所生的 都是敌出 其他的都是树出 世辉又一直无私 所以按照继承顺序的话 如果老大和老二死了 老五议员就是名正言顺的第一继承人 当然是否是雪斋下的手 这个没有任何证据 完全是一种猜想 那么咱们说了 金川议员排行老五 前面四个哥哥死了俩 还剩老三玄广会探 老四向尔群葬 照理说他们是没有资格继承家业的 都是树出的 但是老三玄广会探 却开始蠢蠢欲动 因为他老爷家福岛士 在金川家中非常有势力 那个年代名分正不正不重要 主要是看谁胳膊味粗 于是呢 辅导家就开始 极力反对一元继位的事 转而推举自己家的会探上台 关于老四向尔全葬 他既不是敌出 也没有后台 所以这事跟他没关系 继续做他的和尚 而一元的生母受贵泥一看 辅导家要发难 就赶紧让一元还俗 取名金川五郎 辅导家也不客气 你们能还俗 我们也能还俗 也让玄广会探脱离的僧吉 取名金川良真 说实在的呢 一元这边的底气啊 不是很足 你想啊 人家敢不顾礼法起来跟你干 肯定是心里有数的 知道你的实力不如我 那这个时候呢 作为一元老师的血债 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他以一元的正统性 逐一拉拢了一些威望颇高的老臣 然后这些老臣 就起到了带风向的作用 很多人都跟着站到了一元这边 辅导家就慢慢被孤立了起来 1536年的农历五月 觉得时机差不多的受贵泥 与辅导家进行了一次会谈 希望他们放弃对会探的支持 结果谈崩了 支持会探的一派 在九能城举兵 袭击了金川馆 一元在雪斋和众多家臣的支持下 死守金川馆成功击退了对方的进攻 后来又取得了北条家的支援 使得战场形势呈现一边倒的局面 北条家跟金川家渊源颇深 以前我们讲北条早云的时候有设计过 看来呢 还是一元的正统性起到了作用 后来玄广会探 节节败退 与花仓城垄成 最终不敌一元一方的大军 逃亡后自杀 一元终于以合法的身份继承了家都 由于雪斋在整个事件中 起到了很大的关键作用 又是一元从小就陪伴在身边的老师 所以从此以后 他被一元极为信赖和重用 是一元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最高顾问 花仓之乱之后 整个金川家急需一段时间恢复和整顿 为了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 雪斋开始负责与金川家的宿敌 贾飞的五天信虎进行交涉 最终双方达成了一盒 一元迎娶了五天信虎的长女作证事 而信虎的儿子五天情信 则迎娶了金川家的远房亲戚 三条公赖的女儿 三条公赖是出自藤原市的公卿 在朝廷地位很高 这次联姻呢 很显然属于一次利益交换 结果呀 这一下把老朋友北条家惹恼了 因为金川和北条两家 一直有同盟关系 而北条家与五天家关系也非常差 金川如今与五天一合 等于单方面背蒙 所以呢 北条家的当主北条士刚 非常生气 别忘了 刚帮你平定了花仓之乱 你这反过来就把我扔一边了 于是啊 愤怒的士刚开始进军 郡河东部地区 引发了长达八年的河东之乱 这块地方呢 属于金川五天和北条交界之地 面上虽说是金川家跟北条家在争夺 但五天家作为金川家新的盟友 也经常插一杠子 一直到了1545年 三家发现呢 谁也耗不死谁 都想着找机会议和 正好呢 关东管领上山一族 对北条家发难 当时的北条家当主北条士康 这在匆匆与金川家签了合约 回师备战去了 据说就是血斋献策 又是上山家在北条家背后捅刀 才结束了三家的白热化局面 这样一来也催生出了战国时代的 一场经典战役 和越夜战 那北条士康的高光时刻 这段时间呢 血斋改了法名 叫做太原重服 因此呢 他才被称为太原血斋 其实血斋在议员身边 一直是以僧人的身份在工作 即使是他受到了议员 极大的信赖和重用 1546年 刚刚结束合同之乱的金川家 又收到了三合国 松平广东的球员 伪张之虎 知田信秀率军攻入西三合地区 松平家难以抵挡 为了维护自己的从属 议员准备让血斋亲自领兵 前往营敌 1548年 血斋在三合国 俄田郡小豆板地区 跟知田信秀对决 一战下来 不仅痛击知田部队 而且还俘虏了知田信秀的 庶长子知田信广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就在不久前呢 松平家的寿主朱千代 被知田家抓到了伪装做人质 大家都知道 这小龟本来是要去金川家的 自从这件事发生之后 整个松平家人心不定 很有可能会影响到 金川家在三合的势力 如今好了 谈判的资本来了 果然在第二年 雪斋就用知田信广 把竹千代给换了回来 送回郡府城 金川议员让雪斋亲自培养 除了能安定松平家的人心之外 还能保证在将来 他继续为金川家效力 后来知田家在雪斋的攻势下 逐渐退出了三合 金川家完全获得了西三合的支配权 至此 金川成为了拥有郡河远江三合的大大名 领地财政只逼百万代 金川议员也被誉为东海道第一宫曲 在这其中 雪斋起到了作用可谓功不可没 1550年 雪斋被后奈良天皇 任命为京都妙新寺第35任主持 并被授予紫色的袈裟和法衣 以肯定他作为当世高僧的地位 妙新寺是日本佛家林济宗妙新寺派的大本山 也就是说 雪斋已经成为此宗派的首领 然而在妙新寺只待的三天 雪斋就退山了 反而是回到郡河接任多座寺庙的住持 很显然 这是金川议员离不开雪斋的缘故 在西边取得战略性进展之后 金川家整个方针也开始专注于西方 不管是侵吞伪张 还是直接上落 总并且回头去碰那两头老虎狮子墙 事实也证明了 三家乡争谁也占不到便宜 于是为了稳固后方 雪斋开始推进贾向郡三国同盟的事 他主动的去游说其他两家的当主 小之其中厉害 最终收获了可喜的成果 其实武田和北条两家 也不愿意再搞成三家混战的局面 上次的河东之乱 大家就已经长记性了 再者呢 武田信玄那个时候跟上山迁信杠上了 他也不想往西边走 而北条士康呢 刚刚打跑了关东管岭 现在成天房的有人再打回来 再说呢他也更愿意往东边走 西边都被堵死了 长路的左朱家就一直是他的心头肉 所以啊 三国递劫盟约是顺其自然 雪斋也是敏锐的察觉到了这一点 属于顺水推舟 出色的外交家呢 总是懂得顺势而为 在1552年 先是金川义元的女儿 嫁给了武田信玄的儿子 武田义信 维持了原来的贾骏同盟 然后1553年 武田信玄的女儿 嫁给了北条士康的儿子 北条士政 缓和了关系 最后1554年 北条士康的女儿 嫁给了金川义元的儿子 金川士真 三国同盟成行 互相嫁女儿 据说呢 在1554年的时候 三家当主在郡和境内的善德寺 还举行了会盟 三位大名当场签字画押 写下盟书 并且校约要一起欣赏富士山的美景 但是呢 现在有很多说法认为 惠盟的场景 很可能是杜撰的 1555年 太原雪斋在郡和长庆寺去世 享年59岁 在他的辅佐下 金川义元治理的金川家 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巅峰 被誉为义元之右腕 金川家的黑衣宰相 不单单在军事和外交上表现突出 在内政上也是贡献良多 比如他参与完善了著名的分国法 金川假明目录 同时呢 以僧人的身份 管理领内的寺庙 宗教制度 非常注重保护商业和商人的利益 这些都对金川家的繁荣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据说 同为著名军师的山本勘柱 在雪寨死后这样评价他 说金川家的家事 全都离不开雪寨 而且据说 山本勘柱跟雪寨有亲戚关系 德伦家康也说道 议员在国政方面几乎只与雪寨这位僧人商量 使得家老的权威变清了 以至于在雪寨去世之后 国事变得不如从前 雪寨死后 整个金川家也确实像少了主信骨一样 甚至在五年之后 金川议员在统侠间直接送了人头 整个金川家急速的衰退 很多人都认为 如果雪寨还在议员身边的话 那么很可能就没有奇迹般的统侠间之战了 好的今天的故事咱们就说到这 下期再见 拜拜